不是我有,而是你有 小五界为你而死 也只有你能让他重新活过来 他为了你,陷进了生命 同时也陷进了灵魂 这是最为霸道的陷阱 而这霸道只是针对他自己 你怀中抱着的是小五界的本体 但他已经失去了灵魂和十万年修为 只留下了这句曲强 要怎样才能救回他 幸好那朵花给了他庞大的生命力 现在你还有机会 只要你能做到,就能够令他恢复 哪怕是神道神,下火海 我也一定会做到 小五界,你果然没有看错人 这个男人确实值得你去付出 我和大哥仔细思考过 想救小五界只有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一共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必须找到三种药草 哪三种 第一种是唤醒灵魂的圣魂草 至少要万年以上的 圣魂草我和大哥可以帮你解决 而第二种是脱胎换骨重塑人形的质宝 万年九匹身亡 冰火两一眼已经囊括了大陆上无数的天才地宝 可我也从未发现过这样的极品 第三种则是能住魂体合一的宝物 一颗上古灵兽的内单 这就得靠你自己了 上古灵兽 有了 这是 这是一颗死守猎羊蛇的内单 我在杀戮之都市将其猎杀尔德 它能用吗 没问题 现在我们只缺万年九匹身亡了 我和大哥曾经遇到过一种 按照它现在的修为在北方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可以去北方一些有名的大森林中寻觅 万年九匹身亡已经堪比十万年魂兽 即便找到我也未必是对手 但是 我会去找 无论如何 一定带回来 你要记住 必须把活体带到这里 他一旦失去生命力 就没有效果了 来 进去 他一旦失去生命力 我 终于 下 我 这 这 这 感谢观看